真可爱啊 就是我阿哥织办满月 真热闹 令妃姐姐料理后宫 比皇后那时 可是不同气象 别这样说 皇后被皇上冷落 你还落井下石 妹妹 这是替您高兴 高兴什么呀 别欢喜起来 就胡乱说话 妹妹是高兴十五阿哥 能在您身边养育 多谢妹妹吉言 这也是本宫啊 第一个留在 自己身边的孩子 若是把另几个 都接回来 那才算得上团圆 姐姐放心 一定会的 春晨 皇上怎么还没来 说是十二阿哥 正在养心殿 跟皇上说话 既精其神 既精其神 娘娘 于妃娘娘和尹妃娘娘来了 请皇后娘娘安 起来吧 坐 这外边风雪这么大 你身子移植不大好 还出来呀 臣妾偏要来 免得让那起子小人以为 易坤公怎么了呢 都是当额娘的人了 还这般脾气 刚入宫时不安适适 才不知道怕 如今知道怕了 知道身后是蒙古 在撑着臣妾 在宫中的气势 虽然如今有了忌惮 可臣妾还是不愿意 对着小人假以辞色 你这个母额倒是挺俏皮的 挺暖和吧 这个母额是令妃特意 叫人送来的 臣妾一直不想戴 可不曾想皇上知道了此事 还特意问了臣妾 为什么不戴 臣妾实在是没法子了 这不 今天特意带出来 四处招摇 好成全令妃的贤名 这某额上 这么大个猫眼 令妃说 是波斯进贡的 这不带出来 谁瞧得见呢 令妃还送了我一只手镯 橙色真不错 可我没要 叫人给送回去了 如今令妃赴了位 协礼六宫 施恩上下 真是会做人的很 令妃熬了这么多年 才熬到如今这个位子 自然比从前会行事了 可也是个心里没底气的 才会如此这般 这样的人呢 可不要得意忘了行才好 不说这个人了 臣妾的宫里 新制了几道小菜 都是暖身补气的 冬日礼食最好 臣妾 别皇后娘娘 跟于飞姐姐用膳吧 好啊